学习一些的学术 学习一些的专业 但是对耶稣的门徒来说 当时他们在学习的是耶稣的生命 在学习的是耶稣从天国所领受 从天父所领受的这些的生命 这些的文化在祂的生命里面 所以这是那时候门徒所在学习的 那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耶稣不止十二个门徒 耶稣不止当时的那十二个门徒 首先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今天蛮多的学习会从这段经文来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上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数万名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在对 他当时地上的第一代的门徒所说的话 也可以说就很代表性的就是当时的十二个门徒 当时在现场可能只有十一个 因为犹大已经死掉了 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刻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正要离开 要再次的从死里复活 然后再次的升天离开他的门徒之前 所以可以说这一段话或说这个分享这个教导 是他聚集起四散的门徒以后 最后最后的一堂课 最后最后的一篇信息 很像是一个毕业拆派典礼一样 他要拆派这些跟随他的门徒 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耶稣这样子的跟这些门徒说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离开了 他说所以呢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耶稣说我记不记得我吩咐过你们一些东西 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是在一代的终结 耶稣知道他是有从天上来的权柄 就是第十八节 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知道从天父他所跟随 他所聆听 他所等候的这位天父 有赐给他这个权柄 他说天上地下 而且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一间的权势 他复活了 代表的就是他说 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在我的身上 这个权柄有一个目的 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说这个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 他说这个权柄 天上地下的权柄在我的身上 所以 所以你们要去 他对这些门徒说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耶稣知道 他有这个天上来的权柄 是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 因为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不是你们要去 使大家做你们的门徒 耶稣渴望 天父渴望这个 在他身上的权柄 能够结出一个果子 叫做门徒 耶稣渴望这个天上地下 他顺服了天父 他在前一阵子 他才刚在十字架上 感觉到被天父 那种拒绝的感觉 那种痛苦 然后他进入肉体的死亡的里面 他进到阴间的里面 然后征战得胜 复活了以后 他在这个时候 他说就是这个时刻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在我身上了 然后我希望结出一个果子 我希望带出一个结果 就是门徒 这个从神而来的权柄 所要结出的果子 是耶稣的门徒 是基督的门徒 耶稣对初代的门徒说 去使外民做我的 他说去使外民做基督的门徒 而不是我刚刚说 而不是做你们的门徒 而不是去做这些 第一代门徒的门徒 那我们就想从当时 有耶稣 有第一代的门徒 有第二代 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门徒们 到一个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从耶稣到第一代的门徒 到一个个相信耶稣的人 到快转到可能今天 几年前几十年前 那个传福音给你 或者是传福音给我们的家庭 的这个人 这个基督徒 到可能今天在这里 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小组长 我们的哥哥姐姐们 一直到 你和我 我和你 我们都要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都要跟随 这个唯一的对象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更像基督 而不只是更像那一个 在我们的前面 带领我们的那一个人而已 当然难免 我们某程度的会被影响 会很相 会跟这个人 跟我们所跟随的对象很相似 但我们说的是 我们的心中需要明白 这个我终极追随的对象 这个我终极允许 影响我的生命 从里到外 从高山到低谷 从我的心情起伏 任何的时刻的 这个终极影响我的对象 是耶稣 是基督 今天呢 我们也不是要去使别人 做我们的门徒 当我们这一季 很多的讲到门徒训练的时候 我们不只要被门徒训练 我们也要去传福音 我们也要去影响 去带领其他的生命 我们不是要去使人 做我们的门徒 做我们的跟随者而已 好像哥林多前书 那个地方说 有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是属亚波罗的 是属基法的 我没有放这个经文 但是我读一下 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边说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派的 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 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 你们借着我们信了主 按着主所赐给个人的 我栽种了 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使他生长 唯有我们的神 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长 也就是说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 成长停滞了 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 碰到问题了 我们不要只是质疑 那个带领我的人没有用心 我没有被关心够 我没有被遮盖够 有这个可能 但我们同时也要想一下 也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跟随 效法耶稣 我自己有没有好好的 效法跟随基督 我是不是让我自己在一个状态 是让神可以让 可以叫我好好的成长的这个状态 我有没有为我自己负责 预备我的心 预备我的心 好像一个圣经说 好像豪赌一样 让神可以直接对我的生命说话 还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的成长 停滞停满 都是因为别人 可能有的时候 明明我们心里面有感动要祷告 要感动要去爱人 要好好的读这一段神的话 要好好的读这一篇神的话 神感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可能就是很单纯的来敬拜神 我不知道大家 但我自己有时候 我就会觉得我很想要花五分钟 我就是放一个敬拜的音乐 我可能就是很想要花十分钟 好好来读一段这段经文 我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但我必须很诚实地讲 很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子当下的顺服 我知道那种有一个感动 但没有顺服的感觉 是很真实地在我的里面 或是说我要好好的去爱这个人 去跟这个人讲一句话 讲一些话 可是我选择离开 我知道我有这个软弱 我不知道大家 但是我必须要知道 我要负起耶稣 门讯我的生命 耶稣带领我的生命的那个责任 我不只要对那些 我们不只要对那些牧养带领我们的人负责 我们第一要对耶稣基督负责 马太福音十八章 刚刚我们读到 耶稣上前来对他的门徒说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 基督耶稣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们要去使人 我们要去帮助人 我们要去影响人 我们用任何的方式 用教导 用分享 用见证 用先知心绘图 用同在 陪伴 各种的方式 我们要带领他们做耶稣 基督的门徒 耶稣没有 要我们在各个领域的里面 拿奖项 打江山 这些都很好 但是那不是我们的focus 那不是耶稣给我们的focus 耶稣得到了所有的权柄以后 他有一个focus 他说我们 你们去吧 去建造我的门徒 你们去吧 去兴起我的门徒 不是表现好 不是打江山 不是在各个领域里面 有好的成绩 不是这些东西不好 可是这些东西 不是耶稣给我们的focus 至少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 耶稣说 也许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但是去为他们施洗吧 也许不是今天我们看过的方法 不是过去大家熟悉的方法 但是去教导他们吧 用我所教导你们的 去教导他们吧 去帮他们施洗吧 去带领他们成为我 耶稣基督的门徒吧 二十节他说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要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 耶稣说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我们只能就新约圣经 知道耶稣讲了一些的话 对他的门徒 但是耶稣在 至少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是 你们这些门徒 是真的每一天跟我在一起的 你们知道我吩咐给你们什么 你们知道我教导你们什么 但是就是所有的一切 都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而且是直到世界的终结 这个地方会有一点 有一点冲突 对我自己来讲 就是因为这里其实是 我刚刚说是耶稣 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之后就要 他知道他之后就要离开 他要升天了 可是耶稣就在这个地方 给他的门徒一个保证 是说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你们教导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然后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 可是我们都知道 当耶稣离开以后 看起来是只有门徒 在那个地方 可是为什么耶稣说 我要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最后 我在想那是因为 所以耶稣的权柄仍然持续 有在发挥效用 耶稣的权柄仍然在这些 的门徒身上 在结出果子 其实权柄就代表 这个赐予权柄者的主权 代表这个赐予权柄者的能力 代表这个赐予权柄者的同在 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 他在讲的就是我天父的权柄 在我的身上 而耶稣也带着这个权柄 拆派这些的门徒 出去建造 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耶稣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带着 他的权柄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像是带着 天国的同在 天国的能力 天国的文化一样 好像这个权柄的赐予者 他自己就在那个地方 好像那个赐予权柄的天父 好像那个赐予权柄的耶稣 就在那一个我们奉耶稣的名 施行使用这个耶稣 给我们的权柄的地方一样 好像耶稣亲自在那里一样 如果我们 所以耶稣说 我会跟你们在一起 直到这个世界的终结 如果我们想要的 只是带出我们自己的门徒 而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而不是耶稣的力量 耶稣的权柄 那在这个关系的里面 在这个群体的里面 就很可能就只会有 我们自己的同在 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自己的观点 而不一定会拥有 耶稣基督的同在 耶稣基督的观点 祂的力量 祂的能力 在我们的中间 而当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跟随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心中 举例来说好了 我在我的生命里面 最靠近的 我最感觉到亲近的 我要来跟随的这个对象 是训光牧师 是训证牧师 是信中牧师 至少目前对我来讲 我的生命是这样 那我其实会很不自觉的 就在注意他们 我自己从高中的时候 就坐在这个地方听讲道 然后我就会看见 比如说不管 当时那时候也有欧牧师 很多牧者在我们中间 可是我就会不自觉的 在看他们讲道的时候 然后晚上崇拜结束 我们要去带小组的时候 我的小组的信息分享的时候 我的小组员那时候就会 我们都是高中生 他就说志达 我觉得你很像在模仿光哥 我觉得你很像在模仿 就是谁谁谁这样 我就说我没有 我刚刚就只是很努力的 在想要就是分享小组教材而已 那时候有这种小组教材 可是却给人家这种感觉 为什么 因为我会 我这个人 就是我好像有点 视觉学习法的感觉 我看到什么 我不自觉就会学起来这样子 可是我要知道的是 我不是要学这些人 我是要学习 他们也在跟随的那位耶稣基督 所以其实我很感谢 我的生命里面 这些的牧者 他们在跟我对话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他们也因为认识我 所以到最后他们会说 他们会说 我说什么 就这些牧者说 我说什么又怎么样 你自己也有神 你问神 神说了什么 很多时候 我同样的一个问题 问他们三个人 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答案 那如果我是一个 就是只听他的话的人 我就会混乱 我就会疯掉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 可是我知道 当我跟随的是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的生命里面 有不同的领袖 好像看起来 给我不同的答案的时候 只是在告诉我 路很宽广 只是在告诉我 可能那个答案 不是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唯一 单一 所谓的标准答案 甚至他们鼓励我 在一个安全的关系里面 他们鼓励我 不用听我的啊 你自己去问神 神要你怎么做 有几次有这样的对话 所以我自己要知道 我在跟随的 我在渴望的 我的一生的里面 我要的 这个终极的跟随的对象 是耶稣基督 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 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去使人 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去为人施洗 我们要去教导 去分享 然后因着他的权柄 也依靠着他的权柄 耶稣基督的同在 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一样 就要在我们的中间 就要长长的在我们的中间 直到这个世代的终结 直到世界的末后 这是我个人 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渴望 就是我永远要知道 当然特别 我是传道 我们很多人是传道的同工 可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 连得获财力量也是他给的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权柄 我知道我们的 可能在职场上面 我们的上司会赋予我们权柄 我们的学校的老师师长 会赋予我们权柄 但是我仍然要看见 我们仍然要看见的 是在所有的这些以上 是耶稣基督的权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倚靠 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 接待他的同在 然后去为耶稣基督 建造兴起他的门徒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耶稣刚开始 刚刚是讲到耶稣要升天了 对不对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耶稣刚开始服事的时候的一段经历 他经过了这个迦安拿的婚宴 十水变酒 他经过了对这个尼哥德木的对话 然后在医治许多的人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 他经过了一个地方 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五节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就常常都会回到 这一段的故事 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 约翰福音四章 这边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 他收门徒施洗 和施洗比约翰更多 其实那不是耶稣亲自受洗 而是他的门徒施洗 所以你看耶稣的门徒 当时已经在施洗了 他就离开了犹太人 就往加利利去 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序家 这个城靠近雅各 给他的儿子约瑟恩那块地 我们接下来会蛮多在讲这一部分的经文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邀请你 可以翻开你的圣经 打开你的手机 如果有这个APP的话 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五节 四章几乎是所有 我们会来看这个地方 所以邀请你可以翻开这个经文 所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耶稣他代理门徒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为人施洗 他其实也拆配他的门徒 也教导他的门徒去为人施洗 只是在这个地方有个背景 就是那时候的法利赛人听见 好像感觉到耶稣 包含他的这个门徒受洗 为人受洗比施洗愿望还要多 好像就有一些的声音 有一些的意义 那耶稣他就离开了犹太 再往加利利去 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序家 约翰福音四章第六节这边说呢 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为旅途疲倦了 就坐在井旁 那时大约正午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给我水喝 可能我们当中很多的人 知道这一段的过程 那时候他的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就有一个井 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个地方 耶稣就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请给我水喝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对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 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那时候他们的文化的背景是不会往来的 他们是不会跟彼此来说话的 可是耶稣继续回答他 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对你说这个请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已求他 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 所以这个妇人 耶稣跟这个妇人说 给我水喝 这个妇人说 你怎么可以像我要水呢 耶稣说 你如果知道我是谁 你就会求我把活水给你喝了 你就早已求他 他也就早已把活水赐给你了 好 这个地方呢 背景是在正午 也就是很热的时候 也就是大太阳的时候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是一个 没有人想要出去的时刻 而且这个妇人是去做什么 她是去打水 所以不是一个散步 不是一个很轻松的闲晃 而是一个苦工 是一个劳动 这个妇人她去取水 那水当然至少我们知道 她不是去装可乐 她不是去吃冰淇淋 那些东西好像是额外的 是extra的 可是水是必要的 所以这个妇人呢 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刻 去取这个必要的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的事情 她想要避开人 她不想要跟其他人挤 要么她就是有人群恐惧症 要么她不想要碰到人 想要避开这些人 那她需要水 来做她生命的延续的一个资源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那耶稣坐在那个地方 我在想 如果我想要避开所有的人 我避开所有的人 而且在这么的热的时候 我痛苦的 辛苦的 都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只想快去快回 我只想赶快做完 赶快离开 可是就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 耶稣就在那个地方 感觉这个妇人在躲避 可是耶稣不只在那个地方 耶稣还开口跟她说话 耶稣还开口跟她接触 有一点就是不适向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知道所有的背景 你会觉得这个发生的太不巧了吧 但是耶稣可能 耶稣就是可能 会想要在我们最想躲避的时候 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说话 因为她爱你 因为耶稣爱我们 她知道我们可能竭尽所能的 想要躲避避开所有的一切 可是耶稣她自己是 竭尽所能的 想要来遇见你 想要来爱你 想要来找到你 想要来对你说话 所以耶稣对她说 请给我水喝 好 你很竭尽所能想要跟我讲话 可是为什么是跟我要求 你很竭尽所能想要跟我讲话 可是为什么是给我一个 跟我要东西 当神在跟我们要东西的时候 也许有可能 其实他正要给你一个东西 当神在跟我 跟我们要一些东西的时候 很可能这个时候 他正要给我们一些的东西 他可能看起来在挑战你 你有吗 你能够吗 可是其实他可能正在对你说 向我求我要给你 让我成为你的源头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 或是世界上面其他的力量 其他的权势 第十节耶稣回答 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你若认得这一位神的恩 他在恩典里面所给予的礼物 你若知道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你若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和你知道如果你知道 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已求他 你如果真的认识神 是怎么样的神 你如果知道 我就代表那位神的话 你必早已求他 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 耶稣看起来 是要在跟这个妇人要水喝 可是其实在这个地方 耶稣他其实更想要给这个妇人 生命的活水 也许神正在对我们的生命说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来服侍我 可是可能 可能神正要透过 这个服侍 服侍你 可能神 在有些的时候 他问我们说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我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我 可能神可能是要帮助我们 省下更多的时间 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 可能是更浪费时间的 可能神正在问我们说 你要不要把这个关系交给我 可能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 可能是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的关系 可能是我们跟我们的 感情里面的人的关系 他说你要不要把这段关系的主权 交给我 感觉是一个剥夺 可是可能神正在 预备我们 要以一个更好的状态 回到这个关系的里面 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不管是在我们的朋友 友情 任何的团队 或者是感情的关系的里面 可能神在问 你要不要把这个决定交给我 要不要给我 让我来做这个决定 为什么是你做决定 可是可能神在说的是 我想要为这个决定负责 不要你为这个决定来负责 让我来为这个决定负责 当神在跟我们要些东西的时候 很可能 祂其实正要给我们一些东西 透过我们的降福 透过我们的愿意 透过我们对祂的信任 透过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恩赐 透过我们如果认出这一位 跟我们要的人是谁 继续在十一节那边说 夫人说 先生 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说要给我水 可是你没有打水的器具 这个井又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先雅各 把这口井留给我们 这夫人开始介绍 他自己和子孙以及牲畜 都喝这个井的水 难道你比它还要大吗 你好像在讲 你可以给我一个很棒的东西 我不完全地明白 但是让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口井不是普通的井 给他介绍了历史 难道你比它还要大吗 耶稣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是也没有在怕 battle的 就是OK你这个很厉害 我在告诉你我的多厉害 如果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 但是如果你喝我的水 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 要在它的里面 成为永流的泉源 直到永生 耶稣真的有点不怕 就是打爆票 他说 对不对 他说 你如果用我的权柄 你如果去教导 然后呢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幕僚 他说你如果喝了我的水呢 你就永远不渴 而且会直到永生 那夫人就说 先生 请把这个水给我 使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里打水 神可以几十次 几百次 几千次 在我们一生的里面 不断不断地 跟我们提出邀请 耶稣可以 不断 圣灵可以 不断不断 一次又一次的 每一个礼拜的 每一天的 持续地 对我们的生命 提出邀请 可是那些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那一次 我们说 像这个妇人 说好 给我这个水 我们可以决定 从哪一次开始 或者中间有断掉过 但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决定 从哪一次开始 我们再一次地 对耶稣说 好 把这个活水给我 好 我把这个 做决定的权柄给你 好 我把这段关系的 主权交给你 好 我把我的这个状态 的主权交给你 耶稣就开始比较 对不对 他就说 喝这个精力的水 你还会再渴 喝我所吃的水 你不会渴 而且会有一个源头 在你的里面 真的是另外一个level 就是另外一个层次 妇人在比这个 哪一个水厉害 耶稣在说 就是放个饮水机 在你的里面 就是一个源头 把源头都放在你的里面 所以妇人就说 先生 请你把这个水给我 也许今天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许不只是今天 神跟我们讲 也许你会想到 好久以前 他已经offer 他已经给予了一个东西 但是今天我们说 好 给我 耶稣给我 这个对你的渴慕 耶稣给我 这个 这个 呼召 我要 我现在要 接着耶稣就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 然后回来到这里 妇人对她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因为你以前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这话是真的 就是这些对话 你不用太 你不用太仔细地去研究 你就知道 不是太漂亮的对话 不是太 nice 就是轻松chill的 就是你早上吃了什么早餐 不是 是叫你丈夫过来 对 你 就是 的确 现在这个不是你的丈夫 你有五个丈夫 就是 妇人就说 就是 如果我是那个妇人 我应该会 你要不要 我们有那么熟吗 我们也大概才 大概四五句的对话 然后你把我们的 气氛带到这个样子 妇人就说 先生我看你是先知 这对话也是蛮直接的 妇人 感觉到他里面的一些的东西 被认出来 他就说 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山上 敬拜神 刚刚是讲这个井 现在讲这个 祖先在山上敬拜神 而你们却说 敬拜的地方 必须在耶路撒冷 耶稣就开始问他 这个敬拜神的这个问题 耶稣就回答说 21节 他说妇人 你应当信我 我刚刚跟你讲了 你应该要跟我药水喝 而现在你也应该要相信我 时候将到 那时你们敬拜父的 敬拜父 不在这个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 刚刚耶稣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你认识 如果你知道这个慈恩的神 他说你们敬拜你们不知道的 我们却敬拜我们知道的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然而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那个用心灵 然后按着真理敬拜父的 才是真正敬拜的人 因为父在寻找 这样敬拜他的人 神是一个灵 我们要认识 敬拜他的 就必须借着灵来敬拜灵 按着真理 按着他的方式 按着他所事的 来敬拜他 夫人说 那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我不能用我爱钱的方式来爱神 那个意思是我不能用我爱第一名 渴望热烈追求第一名的方式来爱神 可能我们要用他的真理 用他的方式来追求 来寻求他 夫人说 我们知道 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 而且他来了 这夫人其实就是对他的这个信仰 他是 他是蛮认真的 他不断地问这些的问题 他说我们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 我们 那意思是什么 我知道我不知道 那个意思是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 所以当他来了 就要把一切都告诉我 耶稣就说 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 很难猜测 这个时候在这个妇人的心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在这个时候 门徒回来了 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 就很稀奇 但是没有人问 你要什么 或说你为什么跟他 问耶稣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说话 你们我们是 你看他 我们是不会讲话的 我们在这个文化背景的里面 OK 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 当神说出这位妇人生命的情况 我们刚刚讲才几句话而已 然后就 对 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 你就是不是太pretty的这个背景 说出他生命的情况 不是 耶稣不是在接他的窗疤 窗疤 窗 窗疤 好 哈 耶稣不是在 就是接他丑陋的部分 而是在显明 这位妇人 生命混乱的真实情况 这不一样 耶稣不是在揭露他的窗疤 耶稣是在显明 他这个妇人生命里面 混乱真实的情况 而妇人的心 也回应 也打开了 认出眼前的这个人 是神人 是从神而来的 是带着神的同在的 我知道这个地方 其实在讲这位妇人的 情感生活的混乱 他很多的这些对象 一个又一个 但是我今天感觉 神要呼召我们从 也是从我们的前几任丈夫的里面 得到自由 我们可能把我们自己 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是个新娘 我们是把我们自己 归给了这个新郎 所以圣经说 我们是基督的新父 我们预备我们自己 把我们自己 归给这个耶稣基督的新郎 可是可能我感觉到 今天神要对我们说 他要呼召我们 从我们的前几任丈夫里面 得到自由 我们可能把我们自己 归给了成就 我们可能把我们自己 归给了钱财 我们可能把我们自己 归给了感情 归给了电玩 归给了音乐 归给了偶像明星 归给了电视剧 归给了我自己 所定义的安全感 我可能把我自己归给了 那好像是我的前几任丈夫 可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我完全地相信 有朋友就是一切 但是有一天我不再相信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曾经相信 有成绩就代表了一切 可是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哪一次的经历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你会一个一个地 寻找下去 好像这个妇人 她一个丈夫 再换一个丈夫 再换一个丈夫 很惨的是 就连今天经过了五任 那都还不是她的丈夫 那都还不是她 要把自己归给的对象 今天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 我们要从我们的前几任丈夫里面 完全地离开 把我们自己归给耶稣基督 做她的门徒 也许圣灵正在对你说话 你就说 你就像那个妇人回应 回应耶稣一样 说好我要 我要这个水 我要这个新的生命 我感觉神在对我们说 不要再找下去了 不要再寻找下去 你的下一个归属了 来找我 当我们认真的面对神 我们也会亲自被神 启示祂是谁 也会亲自被神启示 我是谁 我们自己是谁 妇人知道 这个眼前的神人 她知道我的不堪 她知道我的罪 可是当她讲出来的时候 我没有 好像没有那么觉得被冒犯 所以她接下去问的问题 不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她接下去问的问题是 我感觉你知道这些是因为 你很特别 因为你是神人 相反的 所以这个妇人 她听到耶稣揭露 不是 就是讲出她生命 这些不好看的过去的时候 她没有因此退缩 她没有因此逃避 她没有因此逃离 你仔细去想会觉得蛮怪的 哇 你通常一个人 一个人指出 你说谎 对我真的说谎 你是想离开的 你偷东西 对我偷东西 我是想离开的 你做了这么不堪的事情 对 可是让我问你更多 就这个妇人 她的反应是 蛮特别的 她开始渴慕 她开始想要更多的启示 她开始想要明白 敬拜 不是讲了这个音乐的敬拜 她想要知道 怎么样给予神荣耀 她想要知道 怎么样给予神尊荣 真正的尊荣文化 爱里无形发的当中 是当我们的罪 我们的软弱 被显出来的时候 被神面直的时候 我们是会勇敢起来 承担责任 勇敢起来 更深地追求神的 而不是让我们想要 逃离远离 这是我们的渴望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家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学习营造的一个尊荣文化 爱里没有刑罚的 这个文化的里面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多讲 可是不同的是 当我们的罪和软弱 在这个情况里面 被显出来的时候 在这个天国的文化里面 最后的文化里面 好像那个妇人一样 被看见的时候 我们不会想要逃离 我们会想要起来承担责任 我们会想要起来说 对 那是我不好 但现在我要神 我要你更多 我要知道怎么样 真正的敬拜你 我要知道怎么样 正确的给予你荣耀 这个妇人开始可慕真理 她开始可慕 传说中的弥赛亚救主 她说我知道 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来 她来了 要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今天知道了 你的恩赐 稍微多知道了一点 你的恩赐 稍微多知道了一点 你可以给我活水 稍微多知道了一点 关于敬拜 要用心理和诚实 稍微多知道了一点 原来你可能 maybe就是那位米赛亚 我们所犯的罪 不会阻挡神的同在跟启示 可是我们的羞愧感 跟我们的躲避 可能会阻挡神的启示 跟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让神的话语和同在 炼净我们 更新我们 而不是让神的话语 可能来自于一个信息 可能来自于一个朋友的 可能来自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认识那位赐恩的神 我们就不要让这些话语 这些面子 带给我们羞愧跟逃避 而是要带给我们炼净 跟更新 接着 那个妇人 就撇下了她的水罐 进到城里 对众人说 28节 她说那个妇人 前面发生所有的一切 那个妇人 就撇下了她的水罐 然后进到城里 对众人说 那个妇人 记不记得一开始 她是冒着大太阳 她是冒着 她想要竭尽所能地 避开所有的人群 她冒着大太阳 很热很累 她想要去尽快解决这一件 关乎她生命的事情的事情 她要去拿水 可是她撇下了她的水罐 然后她进到的人群当中 耶稣的门讯 耶稣的面子 耶稣的同在 会让我们撇下丢掉一些的东西 或者说当我们要继续地跟随 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要面临到 我们要撇下丢掉一些的东西 甚至可能是我们原本视为 像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 可能是原本我们抓住说 如果我有 我有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再有更多的话 我的那个粉丝 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有更多的话 我的这个期刊报告 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有更多的话 我的存款积蓄 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有更多的话 我的人气越来越高了 我的这个成就 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有更多的话 我们一直去打这些的水 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给 把我们自己归给了 这一任的丈夫 归给了这一任的丈夫 可是 当我们真的遇见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撇下这些 我们会有一个机会 可以撇下这些 但你要不要撇下这些的东西 这个妇人撇下了她的水罐 进到城里 冲向那一群 她原本要躲避的人群 你可以想象吗 她左看右看 然后离开了城 然后到很热 很热要去打水 可是现在发生了 刚刚所有的一切 她丢掉了她的身 是她赖以为身的 她冲向了那个 她一辈子 下半辈子都完全不想见到的人 冲向他们 然后说 你们来看看一个人 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 他不是说 你们看那个人 那个人很棒 那个人很美好 他提到他自己 他说那个人知道我 就像你们一样 那个人知道我所做的一切 他不应该知道的 可是你们知道 理所当然 因为你们看我长大 因为你们这样 你们跟我生活在一起 你们穿来穿去 我都知道 你们都有看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东神新闻云 不该讲到名字 你们都知道发生了一切 他不应该知道 但是他跑到那一群 让他感觉到羞愧的人面前说 有一个人知道 而且你们来 我不怕他知道我更多 我怕你们没有遇见他 第三十节其实我非常的 OK 我在讲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妇人他就去说 他把我一切说出来 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所以这个妇人 他当时他其实正在把 耶稣跟他分享的一切 跟这些的人分享 他马上冲向这群人 然后就跟他说 他讲了一切 他讲了我的生命的这些东西 让我想到 好像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二十节 他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妇人只有 大概 我没有去算了 七句十句以内的对话 她冲出来就跟那群人讲了 我们不需要知道 所有所有的一切 才能去带领门徒 我们只需要把 我们所有的耶稣 给予出去 我们就是在为耶稣 建造耶稣的门徒 所以这个妇人 在做这些的事情 三十节 我很喜欢这一节 很短 他就说众人就出去 往耶稣那里 众人就出去 往耶稣那里 这个画面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带门徒 很棒的一个画面 就是人们不只听见 这个妇人的声音 人们不只看见这个妇人 你过去的三年 五年 十年都在夺我 你为什么现在朝我冲过来 你过去的三年 五年 十年 你都不想跟我讲 任何的一句话 为什么你现在好像 口中念了什么 很大声地想要跟我说 不只是看见 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 不只是听见 我们说出 分享出些的话 人们走向耶稣 人们不只听见我们 人们自己走向耶稣 我想要鼓励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我们要领受 耶稣的教导 我们也要去带领别人 成为基督的门徒 带领人们走向耶稣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方式 耶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方式 祂只说你们要去 但是祂的权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的权柄就在那个妇人的身上 所以那个妇人说 你们要去看看 人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不是要带人走向我们 我们是要带人走向基督 我们走向人们 使人们走向耶稣 透过我们的生命的真实的改变 透过我们生命的故事 我们生命发出来的声音 使人们对耶稣 对神产生兴趣 产生渴慕在他们的里面 使人们自己走向耶稣 耶稣自己要来得着这些人 就像耶稣得着我们一样 我很喜欢这个众人就出城 要去一段的距离 然后往耶稣那里去 那个妇人可能不知道 她那一天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跟随者 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只跟着我们这些 看得见的牧者 我们真正一生要跟随的是耶稣 我们要跟着这些 我们所带的人 跟着这些带我们的人 一起跟随耶稣 一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可以请进麦团帮助我们 谢谢 耶稣的门徒不止十二个 那个妇人也是耶稣的门徒 从初代的门徒 到他们训练的基督的门徒 一直到那一个像你 或者是你的家人 传福音的那一位基督徒 一直到可能在这里 带领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牧者 一直到我们自己 我们都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 然后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 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 所以今天我想要邀请大家 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 在整个信息的里面 我不知道圣灵 在对你的心说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我们最后有一点点的 回应的时间 感谢观看